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如果大家又是有收看我们昨天的节目 其实里面有一个新闻 是让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还在办公室里面给我放那个视频 看完了之后我简直就是处于一个震惊当中 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做出这个样子的事 如果大家要是有收看我们昨天的节目的话 里面应该有一条新闻 也会让你感觉到同样的震惊 就是一个女生 她在堕胎诊所门口站着 结果来了警察就把她靠走了 那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那你来的今天 我现在来的事 我只是在这里 我现在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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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不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病毒 你会被病毒吗 你会被病毒吗 我可能会被病毒 所以我再问你一遍 你会随着我们来到警网站 来问你一些问题 今天和其他日子 有评论你破坏空间的保护法 如果我有个选择的话 那你会被抓住 你无认为失去保护空间的保护法 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女生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的确是在堕胎诊所的门口 没倒 就是让人看起来 她就是在站着 边边角的一个角落的位置 一个围墙旁边而已 没倒 没有出声音的祷告 然后警察就来 然后把她抓走 然后把她抓走了之后 还问她说 你祷告什么东西 你祷告内容是什么 你是为了什么祷告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大家要是不知道 就是这个女生 她不是这一次 做了这一件事情 这个女生 她叫做伊莎贝尔 她其实是有一个事工 她这个事工 就是专门拯救生命 她从七年前 就开始了这样一个事工 在英国 这个事工的名字叫做 UK March for Life 就是英国为生命游行 他们在做事工的 这个过程中 经常会带着大家 去堕胎诊所的门口 去祷告 那有的时候呢 是聚集很多人 有的时候是一个人的末祷 反正就是不管有没有 同工陪伴嘛 这个为生命 祷告的这件事情 就一直在她里面 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而且他们每一年 在圣诞节左右 也会开始 就是为生命 有40天的进食祷告 每一年都会这样坚持 所以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那这个事情 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因为 她一直坚持的 去那里祷告 然后这样也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嘛 有很多妈妈 是不是想要去堕胎 然后结果看到他们在那里 他们就为她祷告 她结果就会回心转意 然后昨天那个新闻片段里面 就是 她是六年前的一个影片 就是说她在 堕胎诊所前面 祷告 然后跟一群人 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 19岁的女生走过来 然后就经过她 然后就看到她们就说 你们上个礼拜怎么没来 你们上个礼拜如果来的话 我上个礼拜就不会堕胎了 这个东西对她来讲 就是她为什么 就是坚持要这么勤的去祷告 因为她知道 他们站在那个地方 她就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那我们就来看下面的视频 I know one of the first times I went to the abortion clinic um as part of the 40 days for life there was a woman walking pa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young woman I think she was 19 years old and she just stopped and she said to me why weren't you here last week if you'd been here last week I wouldn't have had my abortion and that just really really tourced my heart and it just made me think you know I am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because this is just what we need to be doing it's just for women like that that we need to be here 那或许呢 是这个 伊莎贝尔 她这个脸 可能是在 堕胎诊所接着 已经出名了 所以她为什么 这一次 这个会被警察抓呢 或许是这个 堕胎诊所的人 从楼里面 已经看到她 就是这个女的 站在那个角落 就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站在那里 于是呢 他们可能就是 打电话叫了警察 然后结果警察来了 最后呢 她就被上手铐 给带走了 那么从这样一个事情呢 其实对我们 有很多启发了 然后也是让我们 看到了中间 有很多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呢 其实你看到 有一个人 在堕胎门口站着 这根本就不构成 任何犯罪的条件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 并不是一个 政治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崭新的 对于基督徒的 一个迫害 那不只是这个样子 东西不只是发生在英国 其实在美国 也是 美国还有加拿大 各个西方国家 也都有支持生命的人 然后在堕胎诊所前面 抗议 抗争 然后被捕 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人是没有讲话的 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人 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人就是 纯粹就是末倒 然后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也没有召集其他的人 也没有叫别人就是 你不要堕胎啊 然后不像我们在那边 看到很多东西 在那边大吼 是有很多人 抗议的方式不同啦 有的人会聚众 然后在那里也祷告 唱诗 还有人就是举牌子嘛 那他这个情况 跟其他那些非常不一样 他就是一个人 在那里站着而已 就只是这个样子 这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政治情况 这是完全纯粹的 一个属灵征战 而且这边看到 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就是在攻击基督教 不是什么政治啊 什么自由方面的 这个任何的议题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不只是堕胎上面 什么同婚啊 然后你在看什么 Drag Queen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全部都不是一个政治议题 很多教会会把它当成是政治 所以说不想讲 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宗教的议题 他们想要攻击的就是基督教 之前的东西 我们可能说 你看你就是在那个地方抗议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一次 他就是完全没有的情况下 站在那个地方而已 然后就被抓起来 那就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教会对这种事情 是非常回避的 甚至很多像这种组织 就是完全奉行圣经交道 去产生出来的这样个人做的事工也好 或者是等等这样保护生命的事工也好 其实教会是非常不愿意去支持 甚至不愿意去谈论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包括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例子 就是他是在保护这个没有出生的婴儿嘛 就是关于堕胎这个方面 其实很多很多基督徒 是不愿意讨论这个东西的 尤其是教会里面 就像你讲的 他们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政治 就是他们并不认为说 这个观点跟圣经有什么样的关系 跟真理有什么关系 他们反而是觉得说 哦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完全跟圣经的教导是不符合的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东西 教导都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对于一个人的生命 是有非常明确的教导 就是这个人的生命 还在母腹里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耶利米书等等等等 很多都会有 那针对说不愿意探讨 堕胎方面的这个基督徒 他一般大概是有两种观点 那第一种呢 就是这些人 他们是明白圣经真理的教导的 他们是知道说 堕胎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他们不愿意谈论的原因 其实是就像我们刚才讲 他们把这个当成一个政治议题 他们觉得这个是世界的事 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触碰到真理方面的问题 那第二种呢 不愿意谈论这个方面事情 就是根本就不清楚 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 就是说对于堕胎的这个观点 圣经里到底怎么讲的 不知道 或许是在教会里面没听过 然后自己读经也没读过 然后跟人也不会探讨到 这方面的话题 所以他们不知道 对于这件事的观点 应该是什么样 他们对于堕胎的观点 还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都是非常支持堕胎的 或者他们支持 某一方面堕胎 比如说我不支持 那个未婚男女 乱搞的这种堕胎 我是不支持的 但是什么什么 比如说被强奸的 被乱伦等等 别的堕胎 我是支持的 就是他们会有很多 不同的观点 或者接受的层面会不一样 或者有的人 也会像世界一样 就比如说 你怀孕六个月以上的 我不支持 但是小一点的 我就支持等等等等 他们会对这个 有不同和量的尺度 所以他们接受的这些方面 或者他们的认知 还是从世界来的 中国大陆来的人 就更容易接受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 在中国大陆 这就是一个女性的 健康保护类的方面 反正就是你只要去医院 它就是其中的一个科目了 就好像是你鼻子痛 你就可以去看鼻子 你手痛 你就可以看手 那你堕胎 你就可以去到这个方面 所以就是很多基督族 没有经过这方面的教导 那他们的观点 就是跟世界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就没有真正的 学习到圣经的话语 那就也没有办法 根据圣经的话语 做心意更新的改变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政治议题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这个话题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应该变成一个禁止的 它禁止的程度 到底是不是说 就像你在家里面 大人跟小孩一起看电视 你会不希望小孩看到什么接吻 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画面 就是在教会里 是不是属于这种等级的东西 就是一个禁止谈论的这样一个话题 我觉得堕胎这东西 是一定要讨论的 而且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是要拯救生命 耶稣就是来拯救生命的 不管你是怎么样看圣经的 你怎么样看圣经 你都不会觉得说 耶稣来是要告诉我们说 堕胎是可以的 就是你不可能读完圣经之后 然后你来合理化这个想法 也就是说 这所有只要关于生命的东西 就都不是政治的议题 说真的 政治就只是 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一起生活的话 我们要有个共识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立了一堆法律 然后说我们只要不彼此互同 然后不彼此残杀 不彼此 我不杀你女儿 你不杀我女儿 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和平共处 这个就是政治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 它已经不是政治议题了 现在很多东西 在你的教育上面 要不要读什么 critical race theory 然后要不要堕胎 要不要同婚 要不要什么什么 这东西其实全部 都不是政治议题 这些全部都是生活上的议题 现在他们已经攻击到 我们的价值观 已经攻击到我们的生活 已经攻击到我们家庭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这个就是一个信仰 跟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一直在讨论说 这个是不是政治议题 只是因为他认为 这是政治议题的教会的话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 政治到底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生活是什么 你甚至不知道 圣经是什么东西 是 所以就是我们有 在圣经里面 可以找到一个 非常直接了当的答案 就是说这种事情 保护人的生命 到底是不是一个政治议题 那我们可以看 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出埃及记第一章 有两个接生婆 那这个事件 这个接生婆的这个事件 在整本圣经里面 就是第一次公民 违背政府的命令 然后第一次公民 违背了政府的命令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保护生命 而且他们在中间还说谎了 他们骗了政府 那结果是什么呢 是神是喜悦的 而且是祝福他们的 所以让我们下面一起来看 这个经文 我在这里用的是新一本 出埃及记一章 埃及王吩咐两个西伯来 接生父 一个名叫施弗拉 一个名叫普阿 说你们给西伯来 妇人接生的时候 要看着他们临盆 若是男孩 你们要杀死他 若是女孩 他就可以活着 但是接生父 却敬畏神 不照着埃及王 吩咐他们的去做 敬让男孩活着 于是埃及王 把接生父叫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事 让男孩活着呢 接生父回答法老 西伯来妇人 与埃及妇人不同 他们很有活力 接生父还没有来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恩待接生父 以色列民增多起来 而且非常强盛 接生父因为敬畏神 神就为他们建立家世 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要来起来 抵抗政府的时候 为了生命 为了生命 我们要起来抵抗政府 我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说 就算美国分裂 就算美国要打内战 如果说这是为了生命 为了可以救这些孩子的话 为了可以终止 堕胎这个样子的行为的话 杀婴儿这样的行为的话 都是值得的 各位可以想想看 目前美国已经杀了 6000万的婴儿了 从这个Rovie Way 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 50万以前 对已经杀了6000万的人了 6000万的婴儿 而且这些都是无辜的 一点罪都没有的婴儿 这个人数是比 纳粹杀的人还要多 然后是比苏联杀的人还要多 是比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杀的人还要多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置之不理 而且还觉得说 我们在为了自由而战 我们在为了女权而战 这是一个非常 多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什么时候要来抵抗政权 圣经讲得很清楚 当你为了生命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起来抵抗这个政权 而且是当政府 在做违背神心愿的时候 你要选择神的真理去战 就像这两个西伯来的接生婆 他其实他们当时的处境 并不像说现在的医护人员 比如说台湾政府 哪天下令说 我们全台湾所有的医院 从今天开始实行 什么什么什么 你里面有俩人不实行 可能很难抓得到 因为整个台湾人太多了 医院也太多了 当时啊 这个法老他就抓着这俩 接生婆说 就你俩 不可以怎么怎么样 不可以怎么怎么样 看到男孩就是要杀掉 他们两个直接被这样下圣旨 他们两个违背了他的命令 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神 因为他们想要遵守神的律法 他们知道他们不必害怕 他们不用害怕政府 他们不用害怕人 所以他们在这里 宁愿违背政府 这样让他去杀人的旨意 他也要顺从神 所以我们到最后可以看到 结果就是神赐福给他们 神恩待他们 神祝福他们 而且借着这两个接生婆的顺服 神让以色列的人民增多 并且以色列强盛 但是这个经文呢 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人 频繁读到的地方 因为每一年到了1月1号 大家就说我要从头开始读圣经 所以读的最多的应该 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 《创世纪》接着读完了之后 就会读到《出埃及记》 所以就是每一年被频繁 大量的阅读的这样一个文章 这样一个地方这么明显地告诉基督徒 说你要去支持生命的 但是教会不敢讲 教会大多数的教会不敢发声 而且大多数的教会 不太愿意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讲道里面 或者在小组查经里面 去教导说信徒 说你对于这个方式应该怎么看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 说你教会你就组织什么 我们到多态诊所门口去抗议 或者去什么 我们可能并不需要这样 但是教会有没有教导基督徒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应该是什么 或者是神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珍爱生命 这件事情有没有教导 所以呢就是在英国发生的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其实就是基督信仰 在被直接攻击 而且这是一个纯粹的属灵征战 那如果这个时候 基督徒跟牧师还有教会 如果还不起来 教导圣经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就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不光是包括堕胎 包括同婚行不行 吸毒这些问题可以不可以 那教会里面对这些东西 尤其的是要有教导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方面 其实要有更多这方面的教导 因为年轻人 从小长大的环境就不一样 可能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从小那个环境还是比较保守的 虽然不知道圣经 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但是他最起码接受的 还是比较正确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接受的东西已经跟我小时候 都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洗脑 所以教会里面 是不是要有更多这方面的教导 或者我们不要再害怕 不要再去拒绝神的真理 进入到人的心里面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给这种事情 扣上一个政治的帽子 这个事情跟政治 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翻了圣经 你只要看 你只要看到出来的记忆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不是政治 它是我们需要 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明白的真理 而且我说真的 因为这个事件 我们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这就是一个人 在那个地方而已 然后他在那边祷告 他没有干扰到任何人 他没有妨碍到任何人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法的一个情况下 他只是在那边祷告 然后被抓 如果说这个你还看不清楚的话 很多教会就讲说 因为这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教会会找很多理由 你就是没有服从掌权者 对 你干嘛去那边资深闹事 你干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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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这个女的就是什么都没做 就是站在那个地方而已 你说他在那个地方等公车 你说那边等Uber 都是OK的 但是警察就过来把他抓了 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一个问题了 这已经不是什么宗教自由了 你想什么别人都会想要知道 这个就是政府想要控制的 政府就是想要控制思想 你在哪里站着 你在想什么 那个警察就直接问 你在想什么东西 你在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你在为了什么东西祷告 简单说就是你不可以祷告 他们不会这样对穆斯林 穆斯林在纽约那个地方 天天时间一到 诶诶四点了 我们要朝 那个卖家的那个地方 开始拿个毯子 那边跪着那边 然后犹太人也是 时间一到了 四五个人聚集在一起 就在那个central station 就在那边 之类的 基督徒没有这个样子 但是基督徒现在在堕太诊所前面 为了这个死去的婴儿祷告 会被抓起来 这是政府用政治的力量 在打压我们的信仰自由 更在打压我们的思想自由 你如果没有任何信仰的话 它就是在打压你的思想 你可能不是基督徒 你只是站在一个地方说 我觉得堕太好像不是很OK的 这样子可以吗 或许不行 那它是要控制你的思想的 不管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个在攻击基督教的一个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如果说牧师还在那边讲说 不要想这么多 不要服从掌权者的话 那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教导什么东西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让我有了一些思考 就是为什么基督徒 或者为什么基督教会变成现在如此的软弱 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敢说 就像你刚才讲的 的确是因为我们没有太把真理当回事 说实话 就像你讲的 的确是这样子 犹太人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该怎么聚会就怎么聚会 哪怕有人就是不喜欢犹太人 迫害犹太人 他们还是照样就戴着自己的小帽子 就是戴着出去 我就是犹太人 像你刚才讲的 穆斯林 的确是 他们到了时间 他们到了 因为他们那个教义有规定嘛 你到了时间 你就要怎么怎么样 就开始要跪下祷告或者什么什么的 人家真是不管在什么时间呢 真是不管在什么地点呢 人家筐堂就跪下 人家该干啥就干啥 就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 就是一个穆斯林女孩 好像是初中生吧 然后在学校里面上学 然后就有记者专门去采访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女孩就是特别我行我素 她特别不怕别人看她 或者笑她 或者是问她这些问题 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是穆斯林 她从小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她就是带着她自己那个坛子 上学 她不管你这节课下课了没下课 她只要到时间了 她就拿着坛子 她就出去祷告了 她不管你是上课上到一半怎么样 就是你们要体谅我 因为我是穆斯林 我有我生活的这个准则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基督徒不敢 如果我们祷告有那么多要求的话 就是什么又要朝哪个方向 又要拿个坛子 到了几点框上就得跪在地上 有多少基督徒能做呢 我们都不需要说 说那么多繁琐的事情了 我们就说 我们就正常说就是 祷告这件事情 或者是传福音 或者是讲真理这种事情 有谁敢 或者是你作为神职人员也好 或者是教会也好 就是你最应该把这种事情说出来的 你在教会里面都不用你去外面说 你在自己教会里 你敢讲不敢讲 你知道我当时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 我都自己思想了很多 一个十几岁的 一个初中生的 一个穆斯林的女生 她可以如此遵守她的教义 那虽然我们对她们的信仰 没有特别多的了解 我也没有去看过她们的可兰经 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知道她们是有很多教条 或者怎么样的 相比来说 我们的神实在是太慈爱了 对不对 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放纵 有很多的宽容 甚至允许我们一错再错 然后再回到她的身边 神对我们太宽容了 神对我们的爱是太常祸高深了 但是我们不珍惜 我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基督徒还是继续金钱主义 享乐主义 或者是哎呀 那个真理啊 什么真理不真理的 吃手不吃手都行 我还没信主的时候 有个女生她就已经信主了 那结果呢 我前一前就听了跟人说什么 她就说 说那个有个目道友 是想问基督教方面的事情 她跟人家说说 哎呀 其实相不相信神都看个人了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基督徒 就在基督徒的里面 就是你相不相信神都要看个人 他都没有讲述世界上的人了 就你已经受洗了 归到基督的名下了 你相不相信神都还另说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会导致金钱场面 或者我们再换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 为什么不敢去找穆斯林的茬 我们可以很直接看到 人家强硬啊 人家团结啊 人家就是为了那一个教育 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聚在一起 你看你们敢去找穆斯林 查试试看 这次在中东 不是弄那个世界杯 那个足球在吗 美国记者 就穿了一个什么 同性恋变性人的 那个衣服就进去了 人家穆斯林 你给我出去 基督徒敢不敢 到了基督徒这边 就说要爱了 要包容了 他们的爱就是干嘛 就是在毁坏真理 他们就是用爱的名义 去毁坏 所有的这些东西 然后结果把我们现在的 年轻人都会腐蚀成什么样了 你看现在基督教的年轻人 你跟那个穆斯林那个女生比一比 都不需要说你上课上到一半 你拿产子出去祷告 没有这回事 根本都不需要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是因为 整个教会 对于自己的要求 是急速的下降 就是你来就好 你只要继续奉献 教会还能够继续运营就好 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 基督徒自己也没有要求 人家说就是教会对马门下败了 教会对着这些大老板下跪了 然后大老板呢 再对着自己的儿女下跪了 儿女呢 在学校的老师下跪了 然后老师呢 跟着这个LGBTQ的旗帜下跪了 一路下来 教会是在跪在地上了 而且是最低最低最低的 教会变得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没有能力 一天到晚只会讲一些 不重要的一些讯息 那怎么沟通啊 上一代跟这一代啊 教会的主日内容 我在网路上看到很多 特别是华人的教会 他们的主日讯息 就跟心理测验一样 你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人 那你这个样子的人的话 你做事要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跟这个人做事的话 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怎样做事的话 才可以那么 那这都是为了事工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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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没有教会在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我认识牧师 他们的小孩 青年团契的牧师 就是直接就是在那边 跟他讲说他支持LGBTQ的人 有多少的人是被这样子的爱 教会传达出来的爱 然后堕落的 教会真的是太糟糕了 而且教会没有骨气 去制止这个样子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政府可以当着你的面说 你是不是在祷告 你在祷告是不是 我把你抓起来 因为基督徒 你们什么都不敢做 而且就像你刚才讲的 很多一些讲到 就是讲到说什么 父母怎么跟孩子沟通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 这个核心问题都已经偏离了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 跟一个人可以沟通的话 你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中间认同的价值观 对于基督徒来讲 这个价值观就是圣经的价值观 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就像夫妻之间怎么沟通一样 你也是结了婚的人 很多我们观众也都是结了婚的人 尤其是你结婚几十年之后 很多人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跟我另一半的 很多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比如说他去上班 我也去上班 我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 回到家来 也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 然后聊一聊孩子 那孩子慢慢长大 孩子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这一个餐桌上的人 就变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你只是在一个桌上吃饭 吃了饭回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再出去而已 那你跟你的老婆怎么不生疏 怎么能沟通 因为你没有基督价值观 你们可以透过价值观 去了解这些东西 你怎么想跟你的小孩沟通 你必须要建立在基督价值观之上 才能跟孩子沟通 不然你要跟他怎么沟通 他跟你聊元宇宙 你跟他聊那个股票金融 你知道吧 这样就没有任何的共同话题 就是基督价值观是联系一个家庭的共同话题 圣经是联系一个家庭的共同话题 你不再需要听那些网红牧师跟你讲说 你的小孩开始玩元宇宙 所以你也要去玩元宇宙 然后这样你才能够跟他更多亲近 或者怎么怎么样 年轻人的东西你永远都跟不上 然后小孩也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投资的金融股票 不是说我们要到各自的世界里面 互相去了解说你到底在干嘛 因为没有办法了解 你们能够了解的就是 神已经给你们建造的一个同样的平台 你们到这里面去了解彼此 去了解对方 去了解沟通 你在这里你不需要 学一些世界上教你的沟通的话术 你只要在一个神给你建造好的平台上面 你们就互相关爱 用神的圣经的话语一起去建造 一起去学习 这就是你们的共同点 还有我觉得教会有一个地方 做的很糟糕的一个地方 是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么多的活动 他们会说是为了年轻人办的活动 为了年轻人办的饮会 为了年轻人什么 上山啊下水 去滑雪啊 然后什么一天到晚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一堆园游会什么的 是为了要吸引年轻人来 他们觉得年轻人只会被这样的东西吸引 但是不是的 年轻人是需要方向 年轻人想要看到的是自己未来可以做什么 他们想要变好 他们想要活得更有意义 你一天到晚就只觉得他们只想要玩的话 那你吸引过来的人他就只会玩 你叫人带他玩 他以后也只会玩 他们就觉得教会就是一个玩的地方 所以说教会没办法保住年轻人 然后没办法建立年轻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问题是出在教会本身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去办什么东西 然后办这个办那个的 但是年轻人不知道真理 年轻人没有被教会吸引 如果一个教会是追随神的教会 如果一个教会是追随真理的教会 如果一个教会是爱神的教会的话 他带出来的年轻人 就是会爱神 然后爱真理 年轻人就是会被真理吸引 我们的很多观众 他们来看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聪明或是什么之类的 只是因为我们讲的东西 it makes sense 因为圣经上这个样子说 然后他又可以用到他的生活上面 不是只是在那边跟你讲说 你跟你妈沟通的时候 怎么样 我常常看这些讲道的时候 牧师就很爱讲这些东西 你妈可能是A型的妈妈 他讲话可能是什么 你妈可能是B型的妈妈 你又可能是C型的你 这个时候你们A型跟C型 你真的看过 因为我看过的那些 就是讲的是这些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讲的东西 95%跟圣经没有关系 他变成了一个 世界上面那种职场培训的 那种培训者或者是什么 他们跟保险公司的人 讲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对 教会花了很多的精力 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却没有告诉年轻人真理 你把教会弄得跟公司一样 你把教会弄得跟私人企业 你把教会弄得这么官僚 弄得跟政府一样的时候 年轻人不会想要去教会的 那教会也会因为这个样子 变得越来越软弱 你的教会 你觉得你敢去跟这个女的一样吗 去堕胎诊所前面祷告 每一个都会觉得 这些都不干我的事 不要再去追赶世界的潮流 就像你刚才讲 那种废话 A型妈妈 B型爸爸 C型的你 这种东西 再也不要在教会里面出现 神从来没有讲过 A型妈妈 B型妈妈 这种废话 这种东西 你不要说在教会里面 在手机上的测试题 我都懒得做 我懒得看 我都懒得看一眼 你如果真的想 建造起来门徒 那你就真的给他们吃solid food 真的给他们干粮 不要再给他们吃奶 不要觉得说年轻人 喜欢心理测验 喜欢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 喜欢郊游 喜欢出去玩 你就用这种方式去吸引他们 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 年轻人是想要变好的 他们其实心里是知道对错的 他们犯罪了 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犯罪了 因为人把律法都放在我们的心里 不光放在老年人的心里 年轻人的心里也有律法 他们要做的是 我从哪里找到一个突破口 我才能够真正的脱开一切捆绑我的罪 我才能够真正冲入圣灵里的自由 接下来就是年轻人 不要小看自己 我大概一个多月前 在经过我们家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一个墨西哥的老太太 就在他们家门口 就倒在那个地方 起都起不来 然后站都站不起来 然后他没办法回家 我马上下车过去 然后说Are you okay? 然后讲西班牙话的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 我就扶着他 就是过去扶着他 然后他真的就是 一路一步都没办法走 家门口就在他前面 然后扶到家门口之后 然后他跟我说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都是西班牙话 我那时候刚好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教会怎么变得这么软弱 然后教会怎么变得这么的无能 我们的事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对教会抱着很大的期望的 因为每个教会都在讨论说什么 年轻人要站起来 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事工 我们要怎么样 告诉你 相隔两年到现在 只有极少量的教会在支持我们 就是除了我们两个原本的教会以外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很缺钱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开车 开着 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老太太 我就完之后我回到车上 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神要给我看到的 就是现在的教会 就是软弱成这个样子 现在教会就是 门口就在那边 他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我们是年轻人 我们有活力 我们要起来扶着这个教会走 我们不能再靠 教会一直牵着我们的手走了 因为教会很明显走歪了 而且他们一点力气都没有 他们不敢讲真理 像这个伊莎贝尔被警察抓起来 因为反对堕胎 没有教会在帮他 没有教会出来 发出任何一个抗议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教会失去的力量 我们的教会变成无能 无知 而且懦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 我们有活力 然后我们有报复 我们要起来救教会 我们不能只等着教会来救我们 我们要起来自己读圣经 牧师一天到晚一天在讲说什么 A妈妈 B妈妈 C妈妈的东西 你要回去自己啃干粮 你要回去自己这样讲说 我要把圣经搞懂 我要了解说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样子 conflicted的感觉 为什么我看到 同性恋结婚 我会觉得这么奇怪 为什么我们看到变性 或是堕胎诊所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难过 你要知道为什么 你的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这个东西就是 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找到的 然后你要带着这个心情 你要带着这个意志 去改变我们的教会 不然我们的教会就跟那个 我遇到那个墨西哥妈妈一样 跪在地上 家门口又在前面 一步都走不了 所以我们要起来做的是 带领教会 重新回到圣经的真理 我们不要怕人的眼光怎么说 我们更不要怕 教会里面的人走不走 留不留 捐不捐钱 我们要做的工作只有一个 就是圣经真理 神要我们讲的东西 That's it 只有这样一个 所以千万不要害怕 年轻人抓紧时间 起来装备自己 还是像我昨天讲的 就是进入服饰之前一定要先装备好自己 不要还没有被装备好 不要什么也不懂 然后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很多事情 这样注定一定会是失败的 所以你的干粮一定要啃得够 你跟神的关系 你跟神的祷告 你每一天读经花在神上的时间 一定要读 而且要足够足够足够的 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 更多的仰望神 你被建立起来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带领教会 不然的话还是那个结果不会太好了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那样去做 但是加油 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来救我们 或者我们也不能够指望 人说我们一起一起来 说实话叫了很久 但是发现效果甚微 而且愿意起来的人不多 还是很多人会在考虑到说 我们教会的状况是怎样啊 我们教会的状况是那样啊 什么的 其实我都明白 我都了解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确有压力 或者是你在服侍都有压力 看你有没有突破 这就是我们每一次要喊说突破的时候 你的舒适圈是什么 你还在担心钱的问题吗 你还在害怕别人说的话吗 你还在害怕说你没有办法 用圣经的真理 用爱心的劝勉去教导教会里的人吗 这就是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 要做的新的事情 就是每一个人要突破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作为牧者有牧者突破 教会要有教会的突破 那我们个人 我们事工都要有自己的突破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不要害怕 如果你真的持守神的真理 你不需要怕任何的东西 以前的使徒 因为持守神的真理 被杀死掉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在非洲 被那个护照去那边服侍了 或者是去传福音 很多人在那边 没有什么法律的地方 还是被那些人给杀掉 这些事情都太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 我们会说 那我们面临逼迫的时候 我们是否敢去牺牲我们的生命 为了守护神的真理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不需要去谈论到那么远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敢 你连在人的面前说出圣经的话 你都不敢说 你都可以说 说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神说的 你可以全都赖到神的身上 你都不敢 你更不要说 有没有人拿着刀说 你还要信耶稣吗 你敢不敢死 这种事情都更不用说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 我们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从现在开始 要更多的去贴近神 去亲近神 而且我们要更多的彼此 互相鼓励 互相建造 很多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讲 大家说 是不是有点太负面了 什么 但是我们想要起到的是 鼓励大家的作用 我们当然不希望 大家接到非常负面的讯息 我们希望的是 看完了之后 你能有更多想要起来建造 而且你就是要马上起来追随神 而且要跟着大家 跟着你的家人 跟着你的亲朋好友 跟着你教会 跟着牧师 大家一起去更多的建造你的教会 更多的是建造神的国度 我们当然希望这样 那如果要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由于个人的情绪的原因 传达出来的消息比较负面 sorry 我们的本意不是如此 但是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了解 就是我们不能够美化 我们现在的现实的情况 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并不是特别乐观 但是如果你愿意起来的话 我们马上就会很乐观 不是说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认识到真实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我们马上就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更多跟神认罪会 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做好 我们的确没有做到 做光做炎这样的作用 所以从现在开始 就大家一起起来吧 更多读经 更多祷告 更多在真理里面互相建造 这个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而且神能够借着我们做上大事 而且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 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做 就被警察抓起来 这个如果不是属灵征战的话 如果你还看不出来 这是属灵征战的话 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撒旦的攻击的话 而且他们的目的就是攻击基督徒 因为你太软弱的话 那你真的是不知道 你在教会干什么 所以说我们在那边呼吁所有的教会 重新建立你们自己的门徒 然后重新建立你们自己的员工 你们的员工 花一天起来 一起认罪悔改 然后一起来改变自己的教会 一起来继续帮神做事情 神给你们一个土地 神给你们一个建立 神给你们这么多的人 神给你们这么多的资源 你们有大事要做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们是在骂你们 或者是在怎么样之类的 我们是在希望你们可以起来 翻转这个时代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节目 那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伊莎贝尔这个女生被抓起来 然后她2月2号的时候要上法庭 就是2023年2月2号 所以大家都放在你的祷告里面去支持她 也希望真的能有英国的教会 就是离她比较近的教会 可以起来去支持她 不管你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你对于圣经的某一些经文 或者是你对基督教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做节目来回答你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